嘿,大家好,我是王川 之前有朋友问我怎么能做出来一个狂拽酷炫的片头呢 我觉得没有任何基础的话,确实不太容易 今天呢,我就结合After Effects 也就是AE来制作一个简单又实用的片头小案例 相信我,即使是没有任何基础的小白 在看完我的案例之后呢,也会快速的上手 好,我们现在进入AE的界面来进行实际操作 OK,现在我们进入AE的界面 这边我已经提前做好了一个合成 我们预览一下,小键盘区数字键0 或者是这个地方,然后按这个播放键预览 好,我们可以看到字幕从楼房中间徐徐升起 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片头效果 当然了,有人要问 你这个片头做了半天,我没有这种素材啊 这个素材我在视频的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素材可以从哪个网站去下载 好,我们现在进入教程 我们开始讲解这个片头的制作 创建一个新的合成 把这个素材直接拖拽到合成图标上 或者是点击合成图标 新建一个合成 在这里我习惯直接拖到上面 这样的话,合成是跟这个视频是匹配的 我们可以发现我在拖动的时候 然后这个画面是有马赛克图像 把这个地方选择这个off 这样就是一直显示它最终效果 按一下快捷键B 我们大概选5秒 从4秒到9秒左右 按快捷键N 然后在这个区域,鼠标右键 选择trim come to work area 我们只用选择我们需要的区间 下一步 我们选择视频 找到tracker,跟踪 然后选择track camera 跟踪摄像机 点击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它说analyzing in background 就是在分析这个视频 第一步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它在跳动 我们计算机在运算这个视频 我们就稍等一会儿 好,我们现在解算完毕 我们看不到任何信息 把这个插件要选择了 可以看到这个跟踪点 是跟场景是比较匹配的 选择一个点右键 这里我选择创建文本和摄像机 这个文本有点小 我们需要把它放大一下 文本我们选择一个 比较喜欢的字体 然后起一个名字 起个什么名字呢 都市历险记 OK,我们大概把文本的位置调整一下 稍微小了一点 我们再把它稍微调大一点点 OK 我们可以预览一下 可以看到文本跟场景是比较匹配的 所以我们的摄像机跟踪的比较稳定 我们看第一针跟最后一针 这个字幕大概运动的区间 稍微往右挪一点点 OK,我们第一步摄像机的反球完成 我们可以进行第二步 文本的动画 在文本下面 然后把这个小三角点开 我们在Animate 就这个动画下面 再选择一个位移 Position 然后给它多一个属性 OK 我要给它作为一个动画 选择一个 我们大概想要多长动画时长呢 比如一秒钟左右 然后让它从下面升起来 选择关键针 按快捷键F9 或者是右键 这个地方键入 这样的话可以看到字幕是 比较顺滑的 这样我们一个字幕动画也做好了 但是我们看到我刚才预览的效果里面 是字是从楼从中间出来的 所以我们需要画一个遮罩 用钢笔工具 我们找到字幕从楼穿出来 那个瞬间 减少一点点透明度 好 我们能把这个字的遮罩勾完了 我们把这个透明度调回来 可以看到 这是从这个楼从里面穿出来的 有的人可能会想 这说你这个视频是在动 你这样勾的遮罩不动 这样可能会穿帮 穿帮其实不是很明显 我们可以忽略那个 穿帮那个瞬间 我们可以看到字从这个楼从中间 穿了出来 这个效果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我们稍微给这个加一点点语化 按快递键F 把遮罩的语化值 按出来4左右 哇 很好 我们字幕动画完成 下一步呢 我们添加光效 这个光效我加这个晒 哇这个字幕太帅了 我看到光源是稍微有一点点 朝上 我们把光源改一下位置 调整一下光源方向 另外呢 我们再改一下颜色 分量中暗三个色调 我们亮部 我们吸一个这个背景的颜色 比较亮的区域 然后中间调呢 我也吸一个偏灰一点点 暗部呢 这边 好 我们颜色也选取了背景的颜色 再预览一下 哇 还是可以的 我们一个大气的片头就完成了 这个光线有点太抢眼 把它的透明度降低一点 给到20 我们再试一下 好 我们一个大气的片头就做好了 有的朋友会问 你这个大气的片头做好了 我没有你这个颜色摄影啊 我也没有那么多的设备去拍这个颜色摄影 这样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个免费素材网站 你可以在这里搜 Timelapse 我们选择 类别选择视频 有各种各样的颜色摄影 你可以找一个自己喜欢的 这是我下载的那一个 然后你可以找到 你可以在这里 它会让你直接下载 都不需要注册 OK 今天就讲到这里 喜欢这个教程的朋友 请多多关注哦 好 我们下期再见 Bye